阴天在楼开灯的房间 一起享受这个 爱人的时刻 这个阳台那边就是你的主卧室 对 唯一一个主卧室 很像摩孙 然后我在下面就可以给大家摩孙 我很喜欢窝的这个地方 它会疗愈你 这个阳台的落地窗 就直接走下去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溜娃的room团 今天咱们还是在山城重庆 听说重庆人不仅会吃 而且还很会生活 过会儿咱们要去拜访的屋主 就花了50万 把一套套内只有88屏的两层富士 改造成了自己独享的 梦幻迪斯尼城堡 6米高的全景落地窗 在室内阳台的梦幻主卧 还有一人时的温馨深夜食堂 在这个家独居啊 你不用担心一某 因为到处都是 治愈之力 话不多说 现在跟我一起去体验一下 我们来到重庆 能不能教我一下重庆话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 HowHow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卢 卢 大家好 重庆话跟成都话有啥区别吗 成都话会更假一些 我举个例子 就你很讨厌的话 重庆话就说你很烦 然后成都话的话就你很烦 然后成都话的话就你很烦 你很烦 然后成都话的话就你很烦 你很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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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个意思 我一下就瞄动 我一下就变得到了这个区别 我一下就变得到了这个区别 就四场还不是很好 那一个月 我就卖房 买房 敲定装修 三件事情一个月做好 最开始它就是很传统的洋房的户型 我是把所有可以打掉的墙体都打掉了 然后变成了一房 我要的感觉就是进门那一刻把家全部都看得到 厨房 餐厅客厅其实是完全一体的 包括这个阳台 最近有长辈过来看 长辈就说你家浪费面积很大 然后我就说不会叫浪费面积 为什么叫浪费面积 它能带给你的东西就是显得家里的空旷感 我们聚会开拍摄的时候 他就选坐这里 坐一排然后这边聊天 有狼人杀什么的 根本的这个整个户型面积是 界面98屏 线胶全部封闭的话 你最高达到的套率是110 然后我们家只有88 其实我觉得不封起来 这个真的 就是好看 感觉就是很像模仙宝 模仙宝是不对 朋友们在下面玩 然后我在上面就可以给大家看 你给我们示范一下 嗨 就这种感觉很办 就是很像迪斯尼公主出来了一样 好有意思 这个洋片那边就是你的主卧室 对 唯一一个主卧室 偶尔就如果家里有朋友过夜的话 他们就会睡沙发 很多朋友说沙发睡起来很舒服 这个沙发就是看起来就很好躺 而且沙发很平 2000多 2000多 对 选了很久 所以平时就是这样看电视 然后酗酒 哈哈哈 我感觉你的平时生活好丰富啊 哈哈哈 酗酒 就任何地你都可以配啤酒 而且我发现你的东西真的很爽 因为我很断舍离 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这辈子用不到了 我就把扔掉 就是你看到东西都是我日常在用的东西 这个我就知道 我是看到你那个视频种草的 就是那个视频种草的是吧 我们的视频真的很有价值啊 厨房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从小就想有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我发现你的厨房是有阳光的 我不喜欢阳光 就白天我一般不做饭 周晚上才有做饭的欲望 就我喜欢那种 夜幕降临 灯打开的 深夜时常那种感觉 被穿鱼人士开除穿鱼人士 你永远不知道 我们这个台面还是用什么材质做的 不是板材吗 是颗粒板 用起来蛮好的 它就和衣柜的材质是一样的 做了菜之后就立马把水擦干就还好 这种感觉就是你摸上去不会很冰冷 那个好可爱 那个拉手还皮质吗 对 这个是我自己选的 就是在网上选好之后 然后给到全无定制的人 就很好看 之前我们家就做高贵 但是你会发现高贵放的东西 就会遗忘然后过期 但衣子板层的东西 你看得到就可以用得到 而且你看这些食材摆出来 也很好看 如果你要做高贵一笔的话 可能在四五千 这个的话就几百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我真的很好奇 这个是什么 它是天然气的管道是吧 天然气的管道 当时我问了要改的话要三万块 那我说那就用这个包一包 其实也还好了 我在装修过程中很会妥协这件事情 只要能用看起来好看就可以了 哈哈 但我心情一直很好 心态很好 怪不得叫好好 对 贵的是冰箱 这个牌子就啥都鬼 当时就是被鬼迷了心窦 不是我视频中的草吧 不是 这个就是除了好看就一无四处 冰冻还要结霜 冷墙区其实蛮大 管了好多酒 去酒 对 这个鞋柜还挺好看的 这是一层抽 对啊 然后这个是 是贵门 因为我们家很多木字调的东西嘛 所以这个鞋柜柜刚好就三个颜色 胡桃木 白橡木 和那个白色那个木 你知道我想起的什么吗 什么 那个三色雪糕 那个椅子也是两个颜色的 这两个椅子它价格居然不一样 你知道吗 所以贵的一般都是朋友来做 我都做便宜的 哈哈哈哈 不对 我朋友很多就晚上十一夜了一点 就出现什么失恋啊 心情不好 都来我家 哈哈哈哈 你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疗愈空间 对 所以我家的密码 我朋友都知道 重庆我们很少人买烘干机 然后后来我朋友就觉得很好用 然后他们都会抱着衣服 在我下门的时候过来把衣服洗了 烘干了再带走 然后完了给我发信息 我今天过来洗了衣服 哈哈哈哈 去年的圣诞节平安夜 我下了班一个人在家 我在吃拉面 然后我朋友就直接开门进来 哦 我说进来干嘛 他说进来给你送个苹果 可能是想进来偷酒店我在家 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 你不能要收费对吧 你要挂个二维码在家门口 卫生间的门把手好可爱 很像那个叮叹猫的那个小尾巴 对像现在时候朋友有送两个门把手 一个这个 一个楼上那个 这个把手好好玩 美凤你这个卫生间花多少钱 四千 中手工砖 也是我整个家里瓷砖里最贵的 它这里有弧度 它没办法用大砖去镶嵌 但这个弧度的关系有一个很大个 就是它放不了镜子 这个洗手池很好看 我做我看了很久 这个2500多好像 而且很契格你这个弧形的空间 我等一下你的马桶金银球一样 对 那不好用 哈哈哈 这个盖子莫名其妙要关上来了 哈哈哈 马桶吃人事件 对 你家的这个踢小线也都是极简 像这种一厘米的 你基本上很难买到 正常踢小线是二到四厘米 做起来麻烦吗 还好不是很麻烦 这个也是能达到极简的效果的 而且很便宜 全屋的才一千不到 然后这个梁您看到了吗 很高吗 就这个 对它其实是我装修唯一生气的地方 当时我买房子的时候 那个固形图上面就是可以打掉 然后后来是我们土建已经进场了 那个师傅跟我讲说这个打不了 它是全粮 那几天都没有睡着觉 我就和色意识沟通 我说这个怎么办 要不要敲键把它打掉 色意识就给我发了三个字 它会吃老饭 哈哈哈 就变这样子 然后做出来的效果是我非常满意 家里的错落感会更好一些 而且其实还有个好处 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从我们这个角度看 你是看不到这个柜子的顶的 哦对 如果没有这个全粮挡着 你从这儿就能看到这个柜子的顶 啪断在半阶 你看这样从这边看就会更完整 对对对 感觉它延伸到上面去了 这个叫藏竹 我们真的很会POA自己 这个阳台的落地窗 最开始这个窗户 我本身要做的是那种更细子 像上海的老钢窗那种 后来发现老钢窗不能在五楼坐 只能坐一二楼 还就没坐两 这扇窗应该花不少钱吧 三万多钱 可以直接走下去 不是 有点 这边是有个玻璃 有一个玻璃的 看看上楼看看你的卧室 嗯 这边就衣帽间 这边好多箱子 对这些都是朋友送了 自己买的其实很小 我还看到一个很不得了的东西 这是皇冠吗 对这是玻璃生日场KTV送的 我就蛮好看的 然后带回家了 哈哈哈 但是你在这换衣服也没有门 我就会换衣服 会有隐私的问题吗 就你没来的时候 这一个月这个连则一直缝闭起的 不然也太登放了 对对对 你的主要这个门还挺特别的 在这个门很多人喜欢 是自己定做的 然后这个门把手也是朋友送的 众筹式装修 对它和那个 下面那个是一个牌子的 质感很好 这个多少钱了忘了问了 不拜多吧 也好看的 这个就可以做到我的主卧室了 哇这主卧感觉也挺大的 毕竟只有一房 然后这边就进入那个小阳台的空间 也可以感受一下在外面 可以做一个小凳子在这喝喝咖啡 对 这个视角看真的很好看 你玩过那个游戏吗 纪念碑谷 高低错落 然后有很多体块 就是自己心情有时候不好的时候 我很喜欢窝的这个地方 它会疗愈你 来我试一下 试验人 你看 真的是阿姨人天堂 对 很多亲摸好友觉得这个地方很鸡肋呀 对不对 但它其实代表有东西 比你多一个房间要有价值得多 因为我们现在装修完 其实更要满足 对我觉得更多就是情绪价值 这个灯造型很特别 这个灯可能很久 等两个月 哇 就灶到那棵树上 你晚上的氛围感就来了 哇 放一首歌 阴天在播开灯的房间 你就很快就会入睡 一起享受这个 阿姨人的时刻 嗯 哇 你真的很会享受 就到晚上你在床上躺着 然后看这边的景观 然后听歌 但不会摸摸流泪 不会 就很著名 很多人说 哎呀你独居独处啊 好孤独啊 我跟你讲 可爽了 对 你在楼下喝了酒 看到电影 然后一想一间看电影的一些情境 然后在床上这样听着歌 就youtube都在楼下 上来就是震的那样睡觉了 可以来个 哎 哎 来个手影 那这个灯多少下 两天多 两天多 对 值的 我觉得它值了 我也觉得它值的 它值了 参观你家我真的发现 哇你真的是一个好细腻的 就是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特别是刚才那个在楼上那个灯啪一亮 下雨天的话其实那种感觉会更好 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就是养成了你这样的一个习惯 就从小可能就很独立吧 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技术学校 独立到最后其实你会发现一个人在一个空间生活的时候 你就需要一些东西 生活的小情趣 小趣味 对对对对对对 很多朋友就说你做销售你不肯杀一人 就是可能我在工作中或在朋友的相处当中还是满意的 但是当你回到家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你真正的内心的那个爱就出来了 其实那个时候是你人生中最舒服 最享受最做自己的时候 所以需要一个家 对 它不仅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它更多的就是给你充能那个地方 那你现在装修完之后 你现在也住住半年了 嗯 你觉得哪一点是最好你满意的 就那个小阳台的设计 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但当你坐进去感觉安全感很足 那你觉得你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吗 之前是 但现在的话我觉得安全感是自己给的 就有一段时间是有那个30岁焦虑的 那段时间是很迷茫的 后来有朋友有一句话就帮我点醒了 他说当你30岁生日过了那一天 第二天你就会完全没有事情了 后天我就30岁了 后天生日啊 对后天生日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好好生日快乐 然后准备了去迪士尼去玩 然后就是告别一下童年 然后30岁展现了人生 现在就觉得说就虽然喜欢阴天 但是现在就需要阳光照进来 那你觉得你的阳光是 我很多阳光来自于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对我很好 有句话讲说 就朋友是自己选的家人 这句话很真实啊 但整个装修过程 总有那种很难很想要放弃的那种点吧 应该就是木地板的环节 就是到货的那一瞬间 内心是崩溃的 当时很无资 不知道那个石木地板 它是每一张不一样的 然后一个包里面6块 它6块长不同样子 当下我就给那个 萧树打电话 萧树给我了一句解释 他说一棵树 也有阴面和阳面啊 他说太阳照到阳面的那棵树 那一面的颜色 和太阳没有照到那一面的颜色 就是该不一样啊 这句话好有哲理啊 不是 那个电话就整个愣住了 就是回怼不了 然后又打开了6包 12种颜色 然后后来师傅就说 你放心 那他们在拆开之后 就会挑颜色 就浅了一堆 然后伸了一堆 然后再排列这样去装 晚上应该是6点钟下班 然后我进来的那一瞬间觉得 啊 是他 就是他该有的样子 我们放宽心 回归最本质的 希望这个架是什么样子 他需要满足我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物理需求和精神需求 那你平时喜欢在家看什么呢 看电影 但是每天不能看多 只能看一部 就能幻想自己是每个某个角色 所以就看两部的话 就两个角色怎么去分配 不行 你是双鱼座 我跟大伙似的 果然双鱼座都很感性 对 这套房子还是最感谢的 还是抖音上的里门和小冷 就那天如果没有刷到那边短信 就不会招房子的 因为从小没有住过这种两层楼的房子 所以我说要换房子 一定要买个富士的 但是富士的房子装修起来 他一定要有富士的效果 就在这里 等于实现了二十个梦想 然后刚才吃饭的时候聊天 也听说你很喜欢看日剧 来推荐一部 婉拙的刘帕一定要去看 就是讲的是一个上班的一个女生 她为了去喝酒 然后可以做饭很疗愈的那个过程 你看那个剧 你整个人会很放松 其实我觉得治愈 真的是我今天感受到的 最强烈的两个字 对 不仅是我们聊天中 我们会遇到这个词 就这个空间 它有这种治愈的这样一个属性在 不仅是厨房 包括很多朋友喜欢来用的 这个 洗红道装 对 最关键的是 装修的前后 我们不断的发觉自己到底需要什么 然后我们在整个装修的过程中 再把这些生活的仪式感 真正治愈我们灵魂的一些点 设计到这个空间里面 真的是非常感谢 好好 非常积极 非常有正能量的一个人 真的是希望 屏幕面前的装修的朋友们 加油 能够像好好刚才说的那样 一酸风水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 今天你这期视频 也有可能会激励很多人 走上装修这条路 那我该很幸福 装修的朋友们 不要怕 看完好好这期视频之后 能够勇敢地 踏上这条装修之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中文团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的话 大家帮我们点赞 同时收藏一键三连 我是刘娃 关注我和家庭一起进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